溥仪先生 你今后 是打算当皇帝呢 还是当平民百姓 我 我当皇上并不自由 中国自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第一个称皇帝以来 到1912年2月12日 宣统皇帝退位 历经2132年 有349位皇帝登基 冲林登基的溥仪 不仅是清朝最后一位皇帝 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 纵观溥仪的一生 生涯传奇 命运多传 惨淡的皇帝梦和畸形的人生 使他经历了太多的惊心动魄 世事沉沦 从皇帝变为殉帝历经三次复辟 又变为傀儡 战犯囚徒 最后成为普通公民 他享尽了人间富贵 又受尽了世间磨难 途中的溥仪正值青春年华 一身变装 清秀 英俊 帅气 此时的他还不知此后的人生将何去何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